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保思想請問你覺得北海道逍遙上花的團 是否吸引有什麼評論 當然吸引 我想去但如果不是我這麼問回來的話 我一定會去的 很問嗎 我16日回去了 我們什麼時候去 你們25日 也不問 只有一個星期 我不用上班嗎 原來你要上班嗎 當然要 寶珠姐說她不用工作 她告訴我她有空就回去了 上次給我的資訊 有空回去了也要回去了 那就去旅行再回去了 跟我們去玩玩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吸引 你有沒有去過 寶師 你那個北海道庫良野那一頭 我有 我北海道夏天去過一次 冬天又去一次 是自己搭車去的 夏天那時自己開車 都要駕駛很久 其實都要駕駛很久 駕駛很久 尾鷹很久 尾鷹很久 跟你的行程一模一樣 但是不是真的 只有你一個去過 你覺得怎樣 其實只有你一個可以評價一下 那裡美不美 你們還沒去過嗎 沒有的 我們還沒去過 值得去的 夏天的花真的很漂亮 不過是有很多人 人有很多 真的有很多很多人 如果那些旅行士 拍出來的照片 哇 花海很漂亮 但你要中間 可能要去批走那些人 真的拍不到 其實是有很多人 我去過一個叫慈城日光公園 那裡有藍色的花 這個也很想看 我真的用了很大的努力 拍到一張照片 沒有人 這麼慘 其實你看到 有幾條路都是充滿人頭 只不過那些人頭小一點 是這樣的 現在日本就有 over-tourism的問題 就是 太多人去那些著名景點 但北海道就沒有去到 太多外國人會去的地步 我相信 你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不覺得 我很少 但地道人都很多去的 因為夜市中 也有暑假 去日本是不是暑假 還是日本是放 都會 七、八月 我先檢查一下 你繼續說 它是地道的人都會有很多 我們上次去的 那條路是塞車的 你看到那些不是旅遊車 很明顯是日本本地人 每個人都開車去那裡 上花 當然 如果你避開星期六日 那就沒那麼困難 但我們好像都塞得很厲害 去到花台 你看到麥瓜、粟米 它是多遊客到買了所有東西 譬如我去到 真的整個田裡的東西都被他們買了 我意思是那些商店 去到有些食物 我去到想買粟米吃 看完花才來吃 這路是沒有了 真的要買就快點買 那你不用怕 不用怕 你們去的那段時間 是七月二十五至八月 八月一 但是今年的日本的夏 所謂的暑假 即是夏暑假 即是夏暑假 是一般員工都會有 他們日本這個暑假 和俄邦的餘蘭節 即回鄉祭祖的時間 是一樣的 同一樣 今年就是8月13日至16日 你避免過了 你避免過了 不會避免到你那個超級多人的時代 可能是平一不用上班的人去 都會有 但是應該不會避免到下休 除了多人之外 還有什麼reminder 你覺得那裏還有什麼 美櫻那裏你也說 那裏那裏 那裏那裏 那裏那裏的顏色 特別藍 特別漂亮 其實美櫻都是花海 好像 都是花海 我沒去過 美櫻和另一邊 如果你坐那裏那裏的火車仔 其實就是另一個特色 那個火車很短 一卡走 然後看旁邊的田 就是另一個美景 第一個去另一個點 問題是否很遠 是否很遠 那又不是 都是駕駛你停不停 駕駛兩三個中車 駕駛兩三個中車 你會慢慢駕駛 但是幸好是 它的路 如果你說剛剛新排仔 你真的想試駕駛車 那些自駕遊 夏天去北海道是好的 因為那些路是又直 又沒有車 你隨時停又行 其實北海道 其實不在市中心 其實都很容易駕駛 是啊 自駕遊是最好的 如果你真的想自己去玩 有很多人不是有車牌 也不是大部分人都會很享受自己的駕駛 所以如果你真的 一定要參加我們這個北海道賞花團 有旅遊有車 我早兩天已經和寶珠姐 提早體驗日本美食 我們在空中載飛人 出了一個Post 我們很少出Post 是 出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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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有東西出才行 出不了東西 沒什麼飛 所以要出的就靠寶珠姐 寶珠姐 她又不分享多些你的飛行生活 我這一部分 就是你最最新的飛行生活 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寶珠姐 有一個很神奇的Pattern 我們的Pattern 就是你會飛去哪裡 回來一程 我們叫一個Pattern 就是飛一程機 她竟然是前後加起來 來了宇田 東京我家附近 來三天 但是寶珠姐看到我的第一句 寶珠姐這間酒店 就在我現在的家裡的旁邊 沒理由不和她吃一頓好東西 滿意嗎 滿意 好吃 她帶我一些很地道 沒有什麼香港人的地方去吃 沒有這些才好 很開心 沒有可能有 如果一個不認識的香港人 你進去看見餐料就糟糕了 沒有英文餐牌 但是現在有Google Translate 也是的 但是你最好要跟他們溝通 手寫的 都可以 寫得好像菜單 沒有不字 寫得好像菜單 就是富家閣的餐單 好像 我不知道 我覺得是難叫的 記不記得自己吃了什麼 寶珠姐 首先一個頭盤的時候 我是吃了一個 糟糕了 北海道蟹的蟹殼 我特地叫北海道蟹給你 她不是第一個 她不是第一個 是甚麼 第一個 不記得 然後告訴我 我不是第一個 不是 甲羅蕭 不是第一個 但是甲羅蕭是很好吃的 然後我們兩個人吃了一條蒸魚 每一個蟹殼 一個蒸魚 一個沙律 然後有魚生 燒魚生 燒魚生 她給了我們一個爐 那個爐 是魚生 但是會有些些 加了些 seasonning的食物 加了些 basil 然後說 其實你生吃也可以 不過你可以拿一拿來吃 她的 exact wording是這樣說的 有小茅囤 魚生又會拿一拿去吃 然後還有第一個 就是一個 有些蔥 有些吞拿魚 還有一個叫 奧托斯 奧托斯 就是那盒花生 你進去酒樓 你會坐下給你那盒花生 有些人就很放下給你那盒花生 而我們就是一個關東廚 關東廚 再加一個potato salad 就是那個薯仔沙拉 是薯仔沙拉 記得嗎 記得 吃了什麼都不記得 然後聽眾 我吃了很多東西 我忘記了吃了什麼 多到呢 還有一個蝦 那些什麼叫 大大隻的 叫什麼 叫做 那些 紅頭 我忘記了 不知中文怎麼叫 很大個頭的蝦 哦 那個是生蝦 對 生蝦 還有這個 吞拿魚的刺身 吃了這麼多海鮮 說到尾 你猜多少錢一個人 還有誰給錢 聽眾留言 那怎麼可以不是你給錢 大哥 他真的去給錢 他請我吃很開心 還要送我回酒店 旁邊而已 都要走一段路 是 哈哈 網台節目 開始接受訂購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過數都行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 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